第六次上课重点就是说我们等于是复习一下多刮斧的部分 当然多刮斧部分的话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它位置固定的话 我是建议你刚刚又知道剖析 知道剖析它可以一下剖很多个地方 它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你可以用固定的符号 因为这个不是固定符号 它有固定位置的话 那你是其实是可以用那个什么固定位置 然后给它画个线 它就会帮你把它切开 这招我觉得还蛮管用的 比那个你写公式或写VBA来的简单又快速 所以有的时候解决问题 不见得一定是要用公式 或者一定要写VBA 你可以想比较简单 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 你社会里面还有哪一些功能 是很好用 但是你却不会用的话 那当然你就只能有那几招而已 所以尽量就是 能够每个地方你都要知道 尤其最重要的一些功能 你一定要会 不然的话 这个有时候要用到的时候 你就会很浪费时间 然后再来就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的部分就是说 那个动作如果说 做了大概十个动作 你假设每次都要再做十个动作 才能完成 那这样每天做到马上飞 那所以最好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 那十个动作就会瞬间帮你把它完成的话 那这个怎么做 其实最重要就是利用录制聚集 那所谓的录制聚集 其实跟各位讲 聚集就是sub 只是翻译的问题 所以其实它就帮你录制什么 录制一个sub 所以你聚集就把它当成sub 因为它出现就是sub 其实sub翻译 有很多种方法 有的叫副程式 就是在一个模组里面的一个程式 就副程式 或者也有翻译叫做子程式 指就是模组底下的一个子 所以我们可以先插这个模组 在这个模组底下写了一个sub 有一个叫子程式 或者有些时候 像Challby里面也有叫子程序 所以你看到程式跟程序 你不要误以为是不同 程式就是程序 所以它的名称很多 那对岸的话 不叫聚集 也不叫sub 它叫红大的红 所以以后你看到那个Challby里面 如果是简体的翻过来 有时候也许是简体 那你看到红 你也不要误以为 红就是sub 就是这样子 OK 名称一套 其实指的都一样 那有些书里面也是这样 每一本书写的也不一样 所以你看来看 其实为什么我老师讲的跟书上讲的 怎么好像又不一样 其实没有不一样 它讲一样的东西 只是换个名词而已 所以你不要让那个名字混淆 所以发现这个没有统一的啦 没有一个名称是完全一统 其实归根就底就是一个sub 所以你有这个概念的话 你就觉得说没有 不然的话很多人觉得说 为什么我永远学不完 为什么我永远学不完 因为每天都好像那个名词都不一样 怎么我好像看这本书跟看那本书 好像虽然是那个书的名称一样 但是永远感觉好像两本书为什么都讲的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最难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学程式学到最后大部分都放弃的比较多 因为真的感觉到永远都不知道说有没有学完一天 而且有的时候你才刚学会这个语言 没多久又换一个新的 为什么因为又更新的嘛 可能像最早我在教这个程式的时候 很早以前是教那个所谓的Java 那Java教一段时间后来又有一些什么手机的APP 然后后来现在又有Python 那变一直在换 那以前的Java就没有人学了 那现在大部分都学Python 你说Python会不会维持很久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一段时间 可能慢慢也会被另外一个新的替换掉 那它的趋势是越来越简单 以前可能要系很多很多程式 现在应该慢慢越来越少 不过我是觉得有一点是还蛮欣慰的 就是VBA 30年前跟30年后都还没改变 而且都没有被取代 这一点我觉得学VBA的CP值还蛮高的 感觉它没有被取代 那E-Sale也是一样 E-Sale出来的时间也三十几年了 就好像是1985年吧 1985 哇快三 1985 今年2024 那应该快40年了 对OK 所以E-Sale也很老了 而且很厉害一点是E-Sale也没有被取代 所以如果假如说你放眼所有软体好了 哪一个软体是最长寿 而且现在还非常火药的 我觉得E-Sale真的是可以排到很前面的名次了 有没有你看哪一个软体没有被更新的 有没有 你像Windows的时候改版 有多少个版本了 最早什么Windows 1.0 Windows 2.0 Windows 其实最早那个什么4865 那时候是Windows 3.1 然后来到Windows 95 Windows 98 98之后的话 还有一个Windows Me 不过那个比较没有用 再Windows 7吧 OK 然后Windows 8也没什么用 Windows 10 现在Windows 11嘛 那再来就Windows 12了 已经不断改版 不断改版 对 OK 所以其实也是一样 这个程式的部分也是一样不断改版 软体也不断改版 不过我是E-Sale好处就是 它学了之后不太会被更新 所以你不需要说还要一直学新的东西 不然很多时候你学一个东西 它又马上改版 又要换个东西 好 那不过啦 为什么它会不会被更新 你们也可以思考看看 我觉得还蛮妙的 因为我刚开始一直觉得说 它应该很快就会被取代掉 为什么 因为Office类里面E-Sale 很多是免费的 完全不用花钱的 有没有 像什么OpenOffice 什么LebarOffice E-Term Office都不用钱 它帮你灌到你的电脑 都让你随便用 也不跟你收任何钱 那功能跟E-Sale95%相似 可是最后很奇妙的 就是没有办法推得起来 那时候政府单位 或者一些大企业 他就想要节省成本 所以就是帮员工灌的是免费的版本 但是后来发现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员工只要5%的地方不会 他就会卡住了 然后他就会 就是一直说爆表做不出来 有没有 然后什么东西不会做不出 就是哪怕表格框线 有没有 一点点不一样 他就觉得说不行 那时候好像政府单位或者是企业 都开始大量的做教育训练 有没有要教员工怎么做 然后后来好像成效不好 那变成说很多大企业不要就是 顾一个专门的人 有没有 然后去去去教大家 或者是维护那个 后来发现好像这样反而 就是更麻烦 所以慢慢好像这个方向就 比较没有人这样做 干脆啦 最简单的方法 不然干脆就是直接就买E-Sale算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各大企业 反而市占率没有因为这样下跌 反而因为这样还上 我那时候看一个数字 好像市占率占90%还95 等于是说现在应该没有一个企业 不用E-Sale 如果你不用E-Sale 好像真的没办法跟他交换资料了 所以现在E-Sale好像已经变成一个 共通的一个算是资料的格式了 有没有 OK 这个也还蛮妙 可是他还是要收钱 每一年都要收一个订阅的费用 这也很难想象 我没办法 我不要知道 不过我在想说有一个可能性 因为第一个 就是他的那个什么教育做的 他几乎学校给的这个授权都很便宜 然后让所有学校都用E-Sale 所以很多学很多人学习的过程 他就学过E-Sale 他对E-Sale非常熟悉 但是其他的软体他没有 他不太熟悉 OK 所以毕业业之后了 当然他用一定就用E-Sale 所以如果因为这样关系 所以我觉得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上个礼拜的重点 就是做了那个什么 取那个101的开头的中文字 我后来有改了一下 就是再取得英文跟数字 这个我觉得好像比较好用 那里面的话就是怎么样 如何取得那个公式 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云端上有放 就是在云端上面的这个第一个单元 有没有 101这边 那我也有把上个礼拜的 那个 最后的Chargept产生的公式 也有放上来 那当然如果你要取得中文 我们主要是利用LEN 跟LENB LENB跟LEN 那这个是算bytes 那因为里面还有所谓的 全形半形的问题 所以我们又用ASC 先把这里面的 英文先转换成 半形 有没有 然后再去做计算 取得前面的几个Labs OK 但是这个里面呢 后来我们延伸 我们是希望说取得英文跟数字 那大家其实说真的 这个以前不写VBA程式 真的很难做得到 我也试试看 看看那个Chargept是不是这么厉害 后来我们就丢一个问题给他 请帮我撰写 我不是VBA 而是写Excel公式 然后呢 跟他讲说我的储存格在A2 所以你就打开你的Excel A2这个 然后里面的话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呢将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资料里面呢 取出所有的英文 然后不区分全形半形 不过后来发现有个问题 Chargept它对于全形跟半形 它不太了解 所以我是建议的 以后 假设你要丢问题给那个Chargept 你就直接 不要有全形半形 也就是说你看 那全部都把它转成什么 全部转成半形就好了 那怎么转成全形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是用一个ASC 先转换转换完之后再把它贴回 全责性贴上只有纸 把它盖回去就好了 就是里面不要有全形半形 因为我后来发现 我试很多遍 他不懂什么叫全形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全形的部分 他基本上几乎没有帮我处理 所以我是觉得 以后如果你用Chargept 你就不要为难他了 因为你就把它当外国人好了 OK 因为他真的是美国人设计出来的 所以基本上他第一个 他不懂的那个全形这方面 这不是他的专场 所以我建议 你就直接干脆自己把它转成半形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个的话 他要取中文字 我觉得他也有点困难 因为我发现我问了很多 他中文好像也是真的有点障碍 但是取英文跟取数字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所以你要知道Chargept他的缺点 他真的有缺点 缺点就是他是外国人 所以他外国人 所以你要想到外国人 你跟他讲什么他会不太懂 OK 不过后来我发现 虽然他是外国人 但是我本来想说 民国年这个东西他会不懂 OK 因为民国年全世界只有台湾在用 对不对 不会 民国年他也知道 这个这个就比较特殊 所以将来年的部分 你们可以用民国年试试看 我用过其实他是可以辨识的出民国年跟西元年的差异 这个是我比较意外的 但是全形跟中文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罩门 所以你们要知道说那个像 所以也不要一直把那个AI好像就神化了 好像觉得AI就是万能的什么都可以 其实没有啦 他其实还有他的罩门 他的弱点 弱点的话就是他中文啊 像我们这边环境用的他会不太OK 那我们上个礼拜就用了一个 就后来他真的帮我们产生了一个 一个一个函数 一个公式 那里面的话他用了好几个应该你们连看都没看过的一些函数 包含就是这个啦 什么test test join 这个应该顾名思义嘛 他其实是两个字拼在一起的嘛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文字嘛 join的话就是合并嘛 那意思就是把字合并在一起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另外有一个函数 这个if应该有看过 但是 is is number 这个应该你们也比较少用 不过你猜应该可以猜出来 他是判断嘛 是不是 number 对 对 他就是判断是不是数字 如果是数字的话就true 不是就false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indirect indirect的话就是取什么 什么资料里面的哪些字出来 他这个也是属于 他比较类似一个函数啦 叫index 或者叫Vlook函数 类似啦 但是 这个indirect 他取的跟index不一 index是 哪一栏哪一列的什么交叉位置取过来 那indirect是一个坐标 这个坐标的话通常是那个什么A2组存格啦 或者是 什么 就是说名 取的名称 如果是index是哪一列哪一栏的位置喔 OK 那indirect是要直接跟他讲说哪一个 比如说我们指这个A2好了喔 如果是indirect的话是第二列的第一栏 第一栏 有没有 那如果是indirect就是跟他讲A2啦 所以只是说叙述的方法不一样 但大体上概念是差不多的 就是indirect 那这个他就把他全 他用在用MID把资料 再配合RAW OK RAW的话就列喔 然后LE 这实在太複雜了 那不过啦 如果假设这么复杂的公式 你写不出来没关系 就是直接拿他产生的嘛 那我们上个礼拜也做过啦 就是 他必须把这个公式贴上之后喔 再利用 Ctrl Shift加Enter执行正列 你不能直接贴上打勾喔 他不会执行喔 所以如果我假设喔 我要拿这个公式喔 这个应该是取出英文的吧 我把它Ctrl C 然后因为他这边你可以看到 他就有点像是去帮你查 在你的出尊格里面有没有这些字啦 如果有的话呢 他就帮你留下来 没有的话呢 就帮你剔除掉 OK 所以以后喔 如果你要想要找什么的话 你就把你要找的 所以我后来好像把这个改成数字 有没有 0到9 他要点 有没有 如果你要点也留下来的话 那你可以拿这个当范本 所以这个范本还蛮好用的 有没有 你就Ctrl C 那比如说你要找的是这些数字的话 那你就直接 把这个公式喔 直接就贴到那个我们上个礼拜这英文 有没有 然后我这边把它Delete掉 就把它直接贴到他的这个资料编辑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我要先打开一下 这个很两列嘛 这边其实可以缩放的 然后记得喔 你不能直接直接打勾 因为之前我们贴上公式直接打勾 他会失败 有没有 我说什么没有东西 原因是因为你执行的方式错 打勾的话 他只会查第一个字 如果你要查这么多字的话 有没有 你记得要执行所有的阵列 特别叫阵列喔 正列应该记得吧 Ctrl Shift按住 再加Enter 有没有发现 他才会帮你把 这边的每一个字都查过一遍 所以所谓的执行阵列 就是执行多次 如果打勾就只是一次 所以特别注意喔 大瓜虎 叫做Ctrl Shift加Enter 记得你这个大瓜 有没有 它会Ctrl Shift加Enter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这个大瓜虎 有没有 那记得喔 这个大瓜虎 你不能用自己打的 你自己打上去 它不会执行阵列 特别注意 所以很多人看书上写说 它执行阵列是大瓜虎 它就自己照打 奇怪一打 奇怪怎么没有 就觉得书上是不是有错 货乎还怎么样 不是 它其实是因为你执行的方向 执行的方式不对 OK 特别注意喔 这个大瓜虎 不是说你自己在这边加一个前瓜虎 再加一个后瓜虎 然后再给它打勾 我看一下 这样会不会对 你说喔 结果怎么变这样 应该知道 这个不是自己打的 OK 所以千万注意一下 记得喔 贴上之后 Ctrl Shift加Enter 有没有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 它也会帮你执行 底下的这些 阵列 所以下方的这些也都会是阵列喔 所以你一个执行阵列 下面这几个也都执行阵列了 OK 所以如果你暂时不想知道 到底这些函数 每一个函数是什么 没关系 你就是先拿它的范本拿来用 你可以先解决问题 然后呢 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再把某个函数的使用方式 你可以再问Challby 比如说你说 请帮我解释一下 这个TestJoy函数 到底是做什么用途 OK先解释完 你说我还是不懂 你可以说 请帮我举例说明 有没有 他会帮你 有点像是他就是一个家教老师 有没有 你就把问题丢给他 他就跟你互动了 我觉得你这样学喔 比买出 我觉得还更有互动性 而且可以比较针对你的问题 不然说书上每次看半天 最后 那个好像跟你无关 你也不知道这在干嘛 OK 而且你看过就会忘记了 那倒不如直接针对问题 每一个每一个都解决 那你应该 慢慢累积 应该就会越来越快 再来的话 最后 数字 那我一样 有问ChryB 他一样给我的公式 可是那后来给我的公式 又不太一样 那你倒不如怎么样 直接拿这一个来改 你们还记得吧 这个好像上礼拜 直接拿这个复制 取消 再贴到这边 贴上 然后数字部分的话很简单 有没有看到这边不是有一个什么 A小写 到小写Z 大写A到大写Z 那这个就是你要找的啦 所以如果你聪明的话 以后这个可以拿来当很多范围 比如说你又不是英文 又不是数字 你是要特定的哪些字的话 那你就把它打上去啊 他就帮你通通抓出来了 这招这个我觉得这公式还蛮OK的 记得最后一定要Ctrl-C加-Enter 所以这个公式倒可以 你要改的话就是把这一串Delete掉 然后改成0123456789 最后好像我们要多补一个点啦 OK 如果你要连点 有没有 都要出来 因为好像有什么几点几几点几 有没有 那我也一样要把它拿过来的话 那记得你把它改完1 有没有 2的话记得改完Ctrl-C加-Enter 你不要直接打勾 OK这个很重要 执行正列 这个如果你会用的话 那以后就要去给你的公式 那这太棒了 太方便了 Ctrl-C加-Enter 有没有 数字出来了 向下填满看看 通通有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百搭的 所以你们等一下 这个因为我觉得蛮重要的 如果你会用 应该对你的功力有大大提升 这个的话是在云端白板 第一个单元 我们这个云端白板 第一单元 的101 如何留下中英文的中文 这个单元 里面的第二页 就这一段 我刚刚 再帮你们放大一下 或者是说 把这边 干脆底色再给它换 用个黄色好了 就这一段 你就把这个当范本好了 如果数字的部分的话 就是直接改这边 改这个 这个我也把它稍微 放大 或者加 把颜色换成红色 就修改这里 其他都不要动 所以你们等一下记得 记得 这边一定要Ctrl-Shift-Enter OK 那它其实底下也有其他 再来就是把它改成VBA VBA部分 我是觉得这个已经可以用 当然你也可以试着请它改改看 画面再 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 的重点 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这个一定要学会 尤其是正列的执行 那所以你们假设上个礼拜的档案有存档 那你就直接打 如果没存档记得 你把它打开之后 没有 你就直接 先把A蓝 先转换成半形 不然的话 如果假设你用刚刚的公式 它的全形也会 没办法取得 所以你干脆全部都把它先 自行转成半形之后 再来做 这样就简单了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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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